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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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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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航员们发现 月球就像一个早期太阳系移留下来的时间仓 通过研究采集回来的岩石样本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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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埃落定 撞击的碎片 在地球轨道运行 进而形成月球 那时月球上的灰发性物质 如水 逐渐蒸发干净 撞击过后,月球逐渐冷却下来 表面的溶浆也逐渐变硬,形成脉壳 但是月球仍旧经受着混沌的太阳系中 时常发生的撞击、爆炸等严峻考验 其表面在历史不同时期中都经历着高强度的凛冽锤炼 科学家们想知道,这般锤炼是否让月球孕育了某些资源 比如水资源,一旦被发掘 它将对长期赛人飞行任务提供巨大的帮助 随着探索外太空能力的不断提高 人类已有足够的能力用火箭将人和生命维持装置送上轨道 三百多次的载人飞行记录足以证明人类可以在地球外生存 和探索 与其他飞行任务相比 阿波罗计划在人类了解地球与宇宙关系 以及自我认知方面更具推动作用 但这一计划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 登陆月球是人类探索的一次飞月 但宇宙员从月球上捡到的东西 才是阿波罗行动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阿波罗号宇宙员走出登月仓后 发现月球上笼罩着厚厚的尘埃 四处可见岩石和坑洞 他们漫步月球 将总计三百八十二公斤重的岩石 捡回了返回舱 回到实验室 科学家们对宇宙员带回来的岩石标本 进行研究 希望能找到些线索 来攻克人类科学无法解答的谜题 月球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帮助人类 来解开更大的谜题 地球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如何进化成 如今这个我们居住的星球的 阿波罗计划带回来的岩石标本 让我们离答案更近了一步 但是谜题仍未解开 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 约三十八万四千四百公里 月球表面面积还不到地球表面面积的十分之一 体积只有地球的五十分之一 质量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一 月球上没有空气 表面温度白天可达一百二十三摄氏度 夜晚可降至零下二百三十三摄氏度 作为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星 月球引领着人类走向新的千年 也为各种神话传说注入源源不绝的灵感 再来看看现代人对月球探测取得的成果 一九五九年由前苏联和美国共同发射的探测器 首次近距离拍摄到了月球的照片 获得了一些基本数据信息 随后撞向月球表面 从那时起我们了解到月球与地球究竟有多大的不同 月球表面凹凸不平 十分干燥 引力很小 而有关月球起源的争议 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 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乔治达尔文推崇的分裂 说认为月球曾是地球的一部分 后来由于地球转速太快 把一部分物质抛了出去 就成了月球 地球表面留下的一个巨大深坑 太平洋 成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 而赞同福祸说的人们则认为 月球原是漂浮在太阳系的物体 在飞过地球附近时被地球的强大引力所捕获 从而成为地球的一颗卫星 有关月球起源的第三种假说 是由美国天文学家托马斯·西伊提出的 他因抨击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剽窃指控 被世人熟知 西伊的假说认为 月球在地球附近出生 逐渐中了地球引力的魔咒 按照这种说法 月球就相当于一个迷你地球 这一假说如今已被证实是错误的 阿波罗号上的宇航员带着一系列任务奔向月球 希望能近距离观察月球 从而让有关月球起源的争议尘埃落定 六名阿波罗号成员在月球赤道附近 所谓第二个登月的宇航员 巴斯·奥尔德林称赞道 这是一块美不胜收 大气磅礴的废墟 他和其他宇航员发现 月球表面是完全干燥的 完全没有任何水流过的痕迹 主要根据是月球上层没有大气层 即使存在水也早已经蒸发干净 然而更多的信息是肉眼看不到的 通过研究采集的岩石样本 发现里面含有大量的元素 如氧化铁、氧化钙、还有很多含氧化合物 由于没有大气层 月球上的一切都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甚至连昭示月球起源的蛛丝马迹 也能被捕捉到 长时间的内力作用让地形发生了变化 月球的内部信息也因此暴露无遗 这在阿波罗号着陆点就可亏一般 通过分析着陆点的岩石样本 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类似玻璃的钛铁矿 这种矿石富含大量的氧元素 哈勃分析数据显示 这一带分布着大量的钛铁矿 一期开始分析下一个目标 25英米宽 两英米长的阿里斯塔克环形山 这个火山形成于大约45亿年前的一次撞击 这也是宇宙史中最近的一次巨变 所以这座火山在月球上也是较近期形成的 这次撞击使下方地层暴露 伴随着也暴露了一个早期由撞击 火山喷发月表活动形成的区域 同样的这个区域也分布着大量的钛铁矿 也就意味着氧 科学家们发现 在月球上一些年代久远的巨大坑洞四周 唯有同心圆状的山迹 从这张由美国航天局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LRO拍摄的图片中 能清楚地看到 月球东海的同心圆结构十分明显 图中不同颜色 代表着不同的海拔高度 关于可动形成的原因 曾有人认为是撞击产生的热量 融化了月球上的岩石 而现在有人提出 可动的形成是撞击物撞在了正在融融的月球表面上 这也印证了之前的一个猜想 在月球诞生的早期 其表面被沿江海覆盖 当宇航员们踏上月球 他们发现了一种质量较轻的岩石 斜长岩 这也发现表明 一些较重的物质陷入了月球内部 较轻的物质则被挤到了月球表面 宇航员们带回来的岩石标本 与地球上的很类似 原因之一就是 两者的氧化物同位素惊人相似 同位素如同血型 科学家利用它对太阳系物质进行分类 科学家们还发现月球表面干燥异常 没有水存在过的迹象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分裂说 福祸说 撞击说 究竟哪种说法才是月球诞生的真实原因 它能否同时接下地球的诞生之明 阿波罗号最后一次单元任务完成后不久 美国科学家艺术家威廉·哈特曼 于1974年提出了 关于月球起源的新猜想 它的理论是根据神话故事展开的 太阳系内有一颗和火星大小差不多的行星 提亚 提亚这个名字 源自希腊神话中 曾统治世界的古老神族 泰坦 月神塞勒涅 就是泰坦的后裔 行星提亚的轨道很不稳定 最终朝地球的方向飞去 并以一定的角度与地球发生碰撞 造成了地球自转加快 撞击形成了碎片进入近地轨道 当撞击产生的尘埃落定 那些碎片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月球 在这个过程中 水等一挥发的物质 从月球上消失了 月球由地球和小行星提亚 撞击所形成的残骸汇集而成 这就是月球比地球更轻 密度更小的原因 和地球一样 月球的核心由固态铁组成 但密度比地球要小得多 在猛烈撞击下形成的月球 开始逐渐冷却 表面上那些纵横交错的岩浆流 慢慢凝固 但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的混乱环境中 月球急需遭受撞击 月球表面不断遭到巨大的撞击 从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LRO绘制的 月球海拔地图中 我们就能看到月球的受穿痕迹 阿波罗号宇航员在月球上发现的 大量火山岩 就是这些撞击带来的间接产物 在地球上 火山爆发是板块摩擦产生的 热量和压力引发的 而这些条件在月球上都不具备 月球上的火山的形成 与撞击有关 巨大的撞击强度将月球表面融化 一些物质从炙热的内部被释放 由于月球引力小 喷发出来的物质就会不断向高处堆积 而熔岩则会一层一层流向四周 蔓延至很远的地方 这就是几乎在月球表面六分之一的月海形成的原因 这些巨大的 由火山灰冲天的盆地 是三十到四十亿年前 月球表面遭到巨大猛烈撞击后形成的 这些撞击所带来的质量较大的负荷物质 很快沉入岩墙之中 通过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LRO拍摄的画面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 最近几次撞击所留下的火山残留物 这是阿里斯塔克高原 高原上被熔岩分割出许多神秘的条状沟槽 还有两个巨大的陨石坑 其中一个陨石坑 是四点五亿年前的一次撞击后形成的 陨石坑壁外堆满了岩石 这些岩石是月球表面 在遭到撞击后的碎裂物 科学家们还发现月球表面 覆盖了一层玻璃状的物质 这可能是很早以前 火山喷发烧烛的痕迹 地骨坑也是月球表面 一处奇特的地形 它生成于一亿年前的一次撞击 地骨坑最高处与坑底 有两千米的落差 在地骨坑的最高峰上 有一块直径一百二十米的距离 科学家们在它的顶部和周围 发现了被撞击产生的巨大热量 融融的岩石的痕迹 月球诞生以来 对地球产生了持久的巨大的影响 月球引力每一百年 大约让地球四转速度减慢千分之二点三 也让月球与地球的距离 每年增加三点八厘米 月球潮汐力令地球四转趋于稳定 它还促成了阳流的形成 进而对地球气候带来影响 地球与月球间的亲密关系 源自很久很久以前的那次巨大撞击 但这一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首先是关于水的争议 撞击说认为 月球上的水和其他不稳定的物质被蒸发了 月球上的干燥环境与这一说法相吻合 但事实上月球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干燥 美国航天局1998年发射月球勘探者号空间探测器 开始利用达马射线浮仪会是月球表面的地图 数据显示 月球两极存在大量的氢 如果这些氢以冰的形式存在 那么月球上就有数百万冬的水资源储备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月球起源的复杂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 环球飞行的探测器提供的信息 或许会将人类科技引向全新的方向 在月球上太阳晒不到的区域里确实有水存在的可能性 在月球两极康洞的永久阴影区内就藏着大量的冰 2009年 美国航天局月球坑观测与感知卫星LCROSS抵达月球 与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汇合 准备对位于月球南极 直径97公里的卡贝乌斯环形山进行撞击 以探测月球上是否存在着冰 在撞击后不久 大量烟云从环形山内升起 这些烟云由二氧化碳、氨、甲烷等成分组成 科学家们还发现 撞击点的土壤里大约含有5.6%的水冰 比地球上不少地区的含量还要高 水的存在对于那些渴望有朝一日 能到月球上生活的探索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 但这些水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些水可能是撞击月球的彗星带来的 经过数不清的岁月累积而成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是通过对阿波罗号宇航员带回来的岩石标本的分析得来的 这些岩石标本掺杂着一些极小的光滑的水珠状的物质 它们是矿石融化后形成的 一些科学小组运用最新技术 对阿波罗号带回的岩石标本进行分析后 发现了氢氧基这种化合物 氢氧基由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 与水分子的构成差之毫厘 而氢氧基能够被转化成水 在不断撞击下 月球上的物质大都消散在宇宙之中 但还有一些残存在两极的坑洞内 还有一部分被封存在月球内部 月球上的水或许就藏在这些残留物的下方 再下它一米就能发现它们的存在 如果月球内部真的有水存在 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这些水是如何形成的呢 当然如果这些水真的是彗星早年间撞击月球时留下的话 就不存在这样的疑问了 一项新的研究认为 月球遭受撞击的复杂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 一次巨大的撞击发生后 月球附近曾经出现一个更小的星球 最终两者融合在了一起 这次撞击改变了月球的地势构造 岩浆流向靠近地球的一侧 而地壳则向远离地球的一侧推移 这也为月球地貌的不对称性提供了解释 近地一侧是低洼的布满熔岩的盆地 而远地一侧则是高地般的地貌状况 人类的地质学家已通过地震仪 证实了这一研究成果 接下来美国航天局 一对名为圣杯Grel的探测器 开始联手探测月球的奥秘 此前这对探测器已经对地球表面 进行了最精确的3D立体扫描 由于探测器彼此的距离会不断改变 科学家借此了解到地球重力的具体分布情况 此外扫描得来的相关数据 还帮助科学家们绘制出了地表水的分布图 圣杯探测器环绕月球飞行 将为人类提供有关月球体积和月核成分的 更为详尽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为撞击说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又或者将人类科技引向全新的方向 时间回到1969年7月 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完成任务成功登月 他产了些月球的土壤 他把这些土壤填到了一个容器中 把他带回了地球 这些土壤在月球上已经待了几百万年 甚至是数十亿年 他们在月球上每日沐浴着阳光 科学家发现太阳光已经使这些土壤变成了一种地球上很少见的物质 叫做亥三 这种物质是一种燃料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太空旅行和大规模发电中必不可少 分析显示月球上这种物质很多 更让人欣喜的是 月球土壤里可能富含大量月球钵 很可能是由彗星或小行星撞击而形成的 一位勘探爱好者称 要在月球上开一个钵矿需要花大约两百亿美金 但是一旦建成成本半年就可以收回 有朝一日人类重返月球 其地是最有可能发现水源的地方 尽管那里光照暗淡 看起来和墨水一样黑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与地球相反的龙貌相似的形体 但它们却毫无生机 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 宇宙判立第三集 寻找失去的世界 金星和火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分器推进实验室 一直在研究一种特殊的传感器 用意读取飞船着陆点周围的环境 以保证飞行器的安全着陆 其中一种叫做激光雷达 它可以发出脉冲光 可以达到每秒钟八次 从而清晰地呈现地下的三D景象 在着陆的过程中 自动导航系统可以引导传感器 躲避岩石和火山口的斜坡 探测到最平坦的空地 准备着陆 同时在迄今为止 最有野心的月表探测计划中 航空局的勘探卫星LRO 已经勘探到了安全着陆点 就像月球间谍卫星一样 勘探卫星运用多种仪器 对月表进行探测 比如它们会用激光来调查地势 当激光射到物体表面 反射回人造卫星 通过探测机关回送的时间和强度 它们便可探测出斜坡和坑洼的位置 另一个仪器用来记录温度 凡是松散材料密集的地方 日夜温差交替也就越缓慢 这样热图便可以探测 哪些地方土层比较松软 而哪些比较坚硬 更适合着陆 最终人造卫星在月表 安置了一个高分辨率的照相机 它可以帮助宇航员挑选合适的着陆点 避开大的岩石 在这次模拟中 红色区域很显然是不安全区域 绿色区域则是平缓 无障碍物的区域 其实月球地面上彻底勘查过的区域 少之又少 规划人员希望在数据的帮助下 可以勘查到一个既安全 又有勘探价值的着陆点 四十年前 阿波罗号宇航员向世界展示了 我们可以抵抗地心引力 登上月球 但它们在月球上 没有停留太久 今天我们计划故地重游 希望在月球上 找到可以让我们长期生存下去的资源 尽管在这片无垠荒地上 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历史上从来不缺少那些 想要探索未知 挑战极限的探索者 地球和月球的亲密关系 可以追溯到它们形成的初期 如果撞击说最终被证实是正确的 那么有关月球的故事 也会给予人类启发 帮助我们了解 自己居住的星球 无论目的在于什么 探索也好 谋略也好 拓宽知识也好 很有可能 我们有一天 可以挣脱地球 开拓太阳系 甚至是更远的世界 月球 这个地球最忠实的伙伴 为我们照亮了 掌索也空